大家好 星期二得到 今天是2021年3月23日 星期二 這節要跟大家說說粵劇 相信 聽我們的網友也有部分會有看粵劇 也有興趣的 因為很多年紀都很大 當然 我這個年紀也不會看粵劇的 不過會知道粵劇的東西 當然有少少認識 但是對於粵劇當然 當然不是很大興趣 當然我們也有比較年長的網友 這次其實 也是 政治問題 但是政治就牽涉到文化藝術 戲劇 其實 由中共成立 之初 戲劇 就是要為政權服務的 我們要說一下汪明荃 昨天 以這個八和會館 當然有人搞笑 已經是叫八婆會館 用八和會館主席的身份 向魏特首林鄭月娥發出公開信 促請林鄭政府拯救這個快消失的傳統劇劇《神功氣文化》 汪明荃在信中指出 去年武漢肺炎肆虐 白業蕭條 希望疫情早日消退 其實香港沒有疫情的 根據中國的專家說 750萬密集人口的地方 竟然只有那麼少人 確診 而且死亡數字都是280人 比這個 18年前的SARS更加少 SARS幾個月已經殺了300條人命 而這次基本上全部都是 根據香港專家說 這些人全部都是死於心臟病 高血壓 膽管閉塞 糖尿病 包皮過腸系統 基本上 跟疫症沒有關係 沒有一個人死在疫症身上 所以呢 根本香港政府就是以疫症來打壓香港市民 擴大他無限的權力 一條 這個 防疫的 限聚令 已經可以用到 所有的示威都不准 他繼續說回封信 民生得以回復正常 早前由於演出場地全線關閉 粵劇界首當其衝 從業員首庭口庭 生計陷入絕境 業界透過民政事務局 獲政府撥款千萬續抗疫支援 劇場等演出地方 亦已於上月19日重新開放 粵劇演出逆戰 逐漸恢復正常數目 既然如此 還有甚麼要求呢 我們繼續讀下去 以及跟大家評論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設聲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Patreon 後備星期日報 有能力的月費贊助 經濟環境 不要緊 記得幫我們免費的點擊廣告 點擊得越多 我們收入越好 好了 粵劇成為世界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其中的傳統神功戲演出 涉及了地方信仰和祭祀儀式 如果一連一度的神功戲中斷 或因此消失 對粵劇能否保留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非物物文化遺產的名單上 有直接影響 再者如演出神功戲的台前幕後人員 因長期新業而被迫轉職 更會直接危害神功戲的存活 他說 去年取消神功戲項目 經過八和統計 掌握的數據是 原本34台已經確定取消的 有25台 涉及2000人次的從業員 損失接近12萬收入 團體明確表示 與政府恢復允許搭棚演出 必然會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 而演出是在戶外舉行 氣棚的通風及透氣程度必然夠室內為佳 他拿了一個例子 政府要配合 鄭忠基公佈了4月會在中環海濱開戶外演唱會 場內提供7000個座位 對於大型戶外群眾聚集的演出 政府已經批准 相信政府必然會對神功戲的演出給予同等待遇 神功戲是甚麼呢 神功戲 基本上其實就不是做給人看的 是做給鬼看的 所以 她的保留其實是很有必要的 為甚麼呢 因為林鄭很快看了 為了自己著想 你趕快去保護神功戲吧 以後就沒得看了 如果你死了之後 我們要說一下 中共 其實對於這些戲劇 從來都是用一種充分利用 1942年 延安整風 當時有一個很出名的講話 就是 文藝 要為政治服務 其實 文藝要為黨服務 黨就是唯一共產黨 共產黨用文藝 透過這種文藝 或者透過文化藝術 戲劇 這些宣傳 其實就是現在的文宣 現在的文宣組 他們當時的文宣 就是透過不同的戲劇 影射 去打倒 國民黨政權 文革時代 大量的這些人 受到很嚴厲的迫害 就是戲劇大師 馬連梁 紅線女 不少不少的 戲劇大師 文化大師 梅蘭芳 被迫害 有很多自殺 現在 這班文化人 戲劇界 要求政府幫忙 其實有個問題就是政府 未必會幫你們 因為你們幫不了政府 因為 看你們 大戲的人 已經是政府 掌握了這班人 這班人是成功洗腦 所以 她是 對於你們來說 你們沒有利用價值 所以 林鄭會不會批准呢 我不敢說 不過 她根本上就是採取你生光果 理死你的事 你們業界有甚麼要求 你就找馬逢國 你找林鄭月娥做甚麼 馬逢國可能很快要看神功戲 神功戲 其實是做給 鬼 看的 每年漁蘭節 或者大時大節 就會有神功戲 其實 特意做出來給一些 鬼去看的 靈魂也好 靈魂也好 冤魂也好 做給他們看 其實這個傳統很久了 這個是事實來的 當然 如果大家有興趣 有一部電影叫做《魂拍五齊》 就是用祖儀 還有 謝霆鋒也有份做 但是謝霆鋒是客傳的 用祖儀 還有陳奕迅做的 講神功戲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我們說回 現在 香港政府 其實他們面對一些沒有利用價值的團體 他們是黏之以鼻的 甚至乎 你寫信給他們 我們盡量配合吧 但是之後 是不了了之的 你們的傳承 你們有沒有人看 關他甚麼事 政府是那麼無量的 因為你們幫不了他 你可不可以神功戲加入反黑暴 我們要愛國 愛國者治港 沒有 你們沒有這些現代的東西 除非你找不到李居明 他當時搞粵劇特朗普 又要粵劇毛澤東 又要粵劇毛澤東 現在把他搞粵劇林鄭月娥 怎麼平息香港暴亂 怎麼止暴制亂 你就幫他編一套新的神功戲 看看能不能做給鬼看 在太子站 在新屋嶺 在元朗 在每個地方都播神功戲 那就可能林鄭月娥會幫你 問題就是你們洗不了腦 要洗腦的群體 政府已經洗了 年紀大那些被政府洗腦了 他們不需要你幫忙 對於沒有利用價值的這些團體 政府當然是不會理睬 汪明傳理也好像四入了人大 你又不是人大 你又沒有權武勢 甚麼八婆會管 政府哪會會理睬你 林鄭月娥也不會看這些大戲 你看林鄭月娥也不會看大戲 是不會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浪費的 不過 對於文化藝術 我們也覺得是有成全 我們需要去保護的 不過 今年 這一年內 政府騙了多少行業 有很多行業 直接是滅了頂 UA 倒閉 你有沒有UA那麼慘 很多 不只是你們做大戲的 很多娛樂圈 或者拍電影 拍電視 做音樂 全部都在扎炮 全部都沒有飯開 他們就被迫去做其他行業 轉行去做其他行業 是不是 所以這個是沒辦法的 政府是不人 不是天地不人 政府不人 以萬物為初九 我們 基本上在這個 每一個都是初九 每一個都是被宰割 這一節 我們先說到這裡 拜拜